大家好 我是不得不哥 今天很久沒有來做這個料理的齁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料理呢 用最簡單的方式做出最好吃的料理 我們歡迎我們特別來賓 平百姓 有點急耶 好 沒問題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百姓 用最簡單的方式教大家通過最難的關卡 基本上今天這個是黃金組合 對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料理呢 我們先看我們今天的材料有哪些 有哪些 OK 今天為大家帶的料理是巨大生蠔 巨大的 不是普通喔 是巨大的喔 對 巨大的 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生蠔長什麼樣子 生蠔有多大 巨大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看到這個特寫沒有 有看到沒有 這 幹我不得不說它真的是比我還差 我是說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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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差不多啦 你也知道我比較胖 我比較胖 不是 我是說臉 臉 對 臉比較胖一點 今天要做這個巨大生蠔 我們每一顆 絕對都超過手掌的大小 有海的味道耶 這是鹹的是不是 它完全就是從海中 極速能弄過來的 我也不得我手現在有點冰 你知道嗎 除了有點冰它有海味 你聞聞看 我剛剛就聞到了 你看你看 而且你還可以試試看你看 鹹的捏 真的嗎 真的 你想騙我 等一下 那個自己特寫 我跟你講真的我試一次 靠北啊 不是 我剛剛這個也會忘到 那我們現在做第一道料理 我今天為大家帶來三種料理方式 三種 對 生蠔我們最大問題是什麼 什麼問題 腥味 有很多人他不敢吃生的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道 如何讓生的 生食等級的生蠔 做到最好吃的狀態 所以我們要做幾種 我們做三種 三種 第一種 生吃 生吃 然後我們用一個特製醬汁 把它的腥味 減到最低 把它的甜味 發揮到最高 把它拉出來就對了 拉出來 整個拉出來 我等一下吃了我就知道 到底有沒有真的拉出來 第二種我們做熟食 熟的 第三種我們做焗烤 好那 話不多說我們先來做醬汁 哇 哇 哇 巴長大 巴長大 對 一口吃一定超爽的 對 一口吃 我等一下要吃很大一口 我要一口吃吃飯給各位看 一口 好 那我們剛才看到生蠔處理的方式 因為我們要吃生的嘛 所以冰鎮 我們剛才已經處理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製作什麼 做它的醬汁 那我們現在首先需要一台果菜炸汁雞 果菜炸汁雞 掛烤的醬汁 OK 我們今天用到材料 就是做上這些 那待會我們邊加的時候邊介紹 平均白金就是用最簡單的方法 教你通過最難的方法 所以 所以我現在要教他用最簡單的方法 做出最棒的醬汁 現在第一步要做什麼 300cc的醬汁 一定要存水嗎 沒用存水 存水 存水比較好 好 這個是薑泥 這個是蒜泥 我們先放薑泥 不好意思我會出鏡了 好 撥進去 因為我會有點辣 好了好了好了 再把我們的蒜泥撥進去 蒜泥 對 好 所以我只要負責把東西丟進去上就好了 對 還蠻簡單的 只要負責丟就好了 還有我們的白蘿蔔 一般的白蘿蔔 對 洋蔥 洋蔥半顆 再放我們的味醂 味醂 味醂 我來放好了 30cc 你要靠手感就對了 再來 用米酒 那如果想要吃更好一點的話 可以選用清酒 那這個時候我們先做第一次的攪拌 好療癒的感覺 這速度你有調過對不對 對 把所有的材料呢 混合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再把輸入往上調 重點就是要把它打碎 把它下來 好 那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再加速 讓它更細緻 好 好 現在已經差不多都已經打碎了 我們現在要來加芥末醬 好 那我們一樣繼續把它打 打喔 好厲害 好 那基本上金醬已經OK了 如果要再淘洗一點 所以吃起來要怎麼樣 甜甜的 所以我們可以再加一點砂糖 或者是蜂蜜 要加什麼 一樣加30克 好 那我們這樣子大概量一下 那每個人口感不一樣 好 我們每個人喜好不同 那我依照我自己的喜好來加 然後一樣再把它打 等一下 等一下 金彩重播 還有老馬 然後 然後因為 對對對 要把它打成泥狀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等一下開個Turbo 快被你廣告了 完了 我想說蠻好玩的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百姓可以聞一下 他媽超嗆的 因為我們是蓋著蓋著 所以它基本上那嗆都被打出來了 這就是為什麼要把這個青汁 把它放著讓它發酵 讓它那個嗆味不見 讓它辣味不見 剩下甜味 我們把它裝平 我們把它裝到瓶子裡面 就這樣一直放著 對 冰在冰箱冷藏 一天 一天就可以了 這個保存可以保存就好 三天 三天而已 最多不要超過一個禮拜 但是我是建議三天要把它吃完 所以我們一次不要打多 這蠻多的 這蠻多的 好 那我們醬汁 就製造完成了 醬汁 醬汁 醬汁完成 好 那我們現在 上生蠔 上生蠔 OK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 巨大生蠔 很大生蠔 所以我們吃的話是 不太方便吃對不對 所以我要先幫你處理一下 你要做什麼 切開 我可以一口吃 好 你只要分兩次是不是 對 因為吃得比較方便吃 有時候一口沒辦法吃完 欸 欸 最討厭就瞧不起我了 最討厭就瞧不起我 我只要一口吃給你 好 我們剛才打的新醬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昨天已經打好了 昨天先準備了 好 那我把它淋上去 我沒吃過這種醬耶 自製的嘛 對啊 蠻期待的 要來示範一口吃 好 一口 吃 吃 你可以吃嗎 好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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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吃應該只會看到 吃起來是什麼 蠻爽的 我來一口吃喔 注意一點喔 畫面很重要 會不會塞進去 你看 你夾得起來嗎 可以 一口吃一口吃 一口吃 這一定要一口才會 smart 好爽喔 它吃起來就是酸酸甜甜 然後我問你 然後再一口 這醬料我還會想去一克耶 好爽喔 真的好好吃耶 你看我是不是可以一口 你一個吃不完我可以幫你吃 沒關係 很厲害耶 好爽 超爽的 通常 這醬料很好吃耶 通常我切兩口最後一口 我會把湯汁喝掉 是喔 所以我說這個湯好好喝 沒有錯吧 這個醬汁 這好厲害耶 大家可以學一下 我真的覺得這很好吃 又沒吃過洞湯 我沒吃過 而且剛剛那個超嗆的味道 完全不見 酸甜甜甜甜甜甜甜 還有白蘿蔔也會甜 超爽的耶 OK 基本上我應該可以吃很多 OK 好 那我們下一道料理 OK 我們的第二道菜 第二道菜 油嗆 油嗆生蠔 很嗆嗎 很嗆 因為用耳去嗆它 我們現在要先把生蠔先過水 裡面我們加一點米酒 然後我們這邊做四顆 溫如對待它 生蠔喔 它外面那一層薄薄的 喔 不要弄破了 有沒有看到生蠔裡面湯汁都跑出來了 嗯 有點白白佐佐的有沒有 有點 對 那它的那個鮮味已經開始釋放了 一分鐘了 一分鐘了 然後我們關火 然後把它放到殼上 我們來調醬汁 我們待會要進去清蒸的醬汁 嗯 調醬汁 這個鮮味 然後加一點米酒 或者清酒 目的是 去腥 然後再來一點點味淋 蠔油 所以它是做這個東西 是有一個程序在就對了 對 學起來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重點 加鹽 然後加胡椒 那我們用不得不鹽來取代 假設我們用不得不鹽怎麼辦 那就用白胡椒 白胡椒的香味是非常重 加白胡椒 然後加 鹹味當然我們自己調 蠔油就可以取代鹽了 那我們加白胡椒就好了 所以我們加 不得不鹽 這個要蒸的醬汁調好之後呢 我們淋上去 那淋上去等一下煮嗎 蒸 我們靜定鍋蒸 所以淋上去靜定鍋 對 蒸五分鐘 就直接就這樣 對 就直接這樣蒸 對 好 我蠻期待的 我盡量塞喔 因為這生蠔太大了 對 那我們蒸的時間大概是 不用等它跳著 不用等它跳著 那你現在計時是不是 對 OK 我們起個油鍋 那因為我們要油嗆生蠔嘛 所以這個油要用熱油 熱油 我們蔥的味道把它煮出來之後 我們把蔥撈掉 哇 各位看一下 小心喔 小心喔 小...不是叫你小心不要燙倒 不要翻倒 那個很關鍵喔 各位 好肥喔 那我們上面呢 鋪一些蔥白 蔥白 我光聽那個聲音感覺就很好吃耶 還沒開吃 OK 油嗆生蠔 完成 完成 一樣 我們四顆生蠔 四生 那 首先開始我們要調醬汁 我們這次融合了這個韓國的辣醬 比較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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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湯匙 兩湯匙 再來 我們剛才 汆燙過生蠔的精華液 旁邊那是滋滋的 對 喔 就這樣倒下去喔 你要調那個醬汁 需要放那個精華液對不對 對 好 然後再來 動物性奶油 一定要動物不能植物喔 動物的 植物的 他待會我們調一調啊 預熱 他會變油水分離 那動物的話 他就不會油水分離 喔 有沒有發現我問的問題還蠻 蠻地道 嗯 因為我覺得應該一般人都不知道 因為你也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當我問出來的問題 應該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東西 分的 拌勻喔 我基本上今天就是做一個 那個躺分的動物 要來 拌勻 不是躺分啊 剛剛那幾個吃的有點飽 飽呆了是不是 對啊 在百姓幫我們拌勻的同時呢 我把生蠔 放上來 我們生蠔放上來之前啊 我們先做個鋪底 我們少許的 蒜 洋蔥 洋蔥切丁喔 先加蒜 接下洋蔥這樣 對 我建議放一些有口感的東西 然後再放一些番茄丁少許 有口感是要烤烤烤的對不對 就是吃起來它是有顆粒的啦 有口感的這樣子 蔬果類嗎 它不是液體的就可以 我問個問題 會放蘋果這樣 可以 切碎 一樣切丁 所以看你要喜歡吃什麼樣的蔬果 對 那我們這邊不要全放下去 我們待會最上面這一層再放一些這樣子 那我們再把生蠔放上來 所以我也可以放榴槤喔 如果你喜歡的話 因為料理我是覺得 為什麼不可以 只要你覺得 不設限 對 只要你覺得好吃 重點是 你覺得好吃就可以 所以可以做出實驗 對 好不好 可以創造台灣第一的榴槤 那我等百姓出菜 榴槤好 我就會不會臭屎 是啦 然後空間呢 我要放砂糖 我會撒一點點 有份要什麼糖嗎 還是都可以 砂糖就可以 應該是這樣嗎 淋上去 每一顆 要淋多少 先淋 讓它大概都有吃到這樣子 滿滿的是不是 兩池半左右 應該說讓它整個都有吃到 對對對 我們待會兒要進去烤 我來 我來 太重了 沒關係 百姓比較高 歪卡 然後再放一些 番茄 再來就是我們放雙色起司 哇 滿滿的滿滿的 對不對 這一定要滿滿的 對 對 吃這種橘的東西就是要把它鋪滿 你知道嗎 而且這是我們自己要吃自己做的 你可以鋪滿一點 對對對 我要幫百姓特質 等一下 我不用鋪太滿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客氣 我們交情不一樣 沒關係 對 對 對啊 這種要吃爽的有沒有 就是你把它鋪得滿滿滿的 因為我們沒有所謂的成本烤 在外面的餐廳會有所謂的成本 你要去控制 有 有耶 我是有一點點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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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我是有一點成本烤 至於賭注是什麼 到我頻道去看就知道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欸他狂灑欸 不計成本 不計成本 我們這個自己吃不計成本 不計成本 灑 灑七 對這一包我都已經灑了三分之二包了 我就忘了吃起司就包了 不是這樣我吃虧 蛤 怎麼會 怎麼有人說吃 吃這麼好的東西都說吃虧呢 對不對 你們到 到說就知道我跟玉球玩了什麼遊戲 預知詳情請到百姓的頻道 可以了啦 給觀眾看一下特性 小心他的湯汁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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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出來了滴出來了 剛剛有看到畫面喔 應該有 你自己按暫停就好了好不好 那待會烤的時間呢 我們用220度先預熱10分鐘 然後預熱完之後 我們放進去一樣220度 8分鐘 8分鐘 OK那我們進烤箱 剛 剛不得不可以再討論我們那個電線的事情 我給各位看一下我們家電線 是歪的耶 不好意思 家裡有點結局喔 應該可以用啦 應該OK啦 應該OK啦 如果不OK的話 我們這支影片會有爆點 我也精彩怎麼會爆 OK啦OK啦 OK我們等10分鐘 好10分鐘 我們的生蠔 在烤箱的樣子 非常的美味 對 OK已經過10分鐘的許卡喔 嗯 完成了 完成了 然後我們出來之後再用噴燈補一下 讓它上面焦焦的 喔 沒有防熱手套不好意思 來囉 趕緊拿好喔 來囉 好的 這個動作是在幹嘛 我們讓它上面焦焦的 比較好看 焦焦的 還有一個焦香味 滷的 對 好香喔 真的焦香耶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生蠔的三種料理方式 用最簡單的方法教你做出最美味的食物 最好吃 這是平民百姓 喔 我是不得不割 對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 最終我們的IG 最終 按讚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 這有點怎麼 有點像很愛演啊 是這樣嗎 大概是講的差不多吧 好 那就抄襲一下好了 向我們厲害的前輩致敬 OK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要訂閱百姓的頻道 然後到百姓的頻道去看看 我接下來 兩道菜 吃起來的評價如何 我是不得不割 我是平百姓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掰掰 好不好 好 THAT 好